重磅,24小时内在扑三大消息,分别与维德签约,詹姆斯和周期有关8月15日,美国媒体CBS休斯敦,记者Adam Stolain在推特上爆料趁热货已经和维德达成签约一项,维德将和热货续约一年,一年后选择退役,具体的合同细节不详,此前维德正在接受采访,时趁自己不会加盟除热货队之外的其他球队, 他有认真考虑是否选择退役,但是如果没有退役,自己只会在热货队打球,2017-18赛季,维德为热货场均上场22.2分钟,得到12.0分3.4篮板3.1助攻,维德的能力依然可以在如今的NBA立足,在关键时刻,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将,维德更能发挥自己的作用,热货也很想留下这位队史最佳球员, 但是热货队现在烂合同缠身,被几个毒药合同耗尽了薪资空间,热货队正在积极兜售包含泰勒约翰逊,维特斯和怀特塞的等人,他们下赛季的薪水分别是1886万美元, 1155万美元和2543万美元,如果不是因为这几个性价比极低的合同,热货应该早就立一个合适的价格签下为德。 至于这位记者的爆料是否真实,我们拭目以待,自从詹姆斯加盟胡人以来,各大媒体不时的会对胡人队的未来进行预测,在各媒体的预测中,胡人的前景一直不被看好,有时候甚至被预测进不了季后赛。 近日,美国某媒体再次对胡人的未来进行预测,他邀请了专家团进行分析,最终预测胡人队新赛季的战绩,为次16胜36副,排在西部第六。 这回詹姆斯没有再选择沉默了,正在和库兹马一起训练,德詹姆斯对媒体表示,他认为外界看低了胡人队,库兹马也表示认同詹姆斯的观点。 库兹马说,我们对现在的阵容感到很激动,而且我们认为许多人都低估了我们,能够和这些新加入的球员一起打球,绝对会非常有趣。 其实在上个赛季后半段,胡人队开始展现出了一支具有天赋球队的拼劲和创造力,球队常常使输给对手一点点,都是在关键时刻没处理好球。 如今詹姆斯加盟球队,有了这位联盟第一人来稳定球队,相信下赛季胡人必将大有作为。 亚运会开赛在即,随中国南篮红队出征的周琪却遇到了一些小麻烦。 菲律宾的篮协主席认为周琪和丁燕宇航都不能参加亚运会的比赛, 因为此前克拉克森想要代表菲律宾队被拒绝,原因是在NBA与Fiber的协议中有规定,NBA现役球员可参加奥运会,球世界杯,各大洲杯赛以及相关的资格赛,而亚运会并不在这一范围内,所以有合同在身的NBA球员不能参赛。 8月15日,NBA联盟官方发布声明,特批骑士后卫克拉克森,火箭中锋周琪和独行侠前锋丁燕宇航参加本届亚运会,这一,为着周琪和丁燕宇航的麻烦解除,但是并不已为着中国南篮的麻烦小了, 因为周琪和丁燕宇航领衔的红队首战将对阵菲律宾,届时若克拉克森参赛,中国队恐怕会遭遇不小麻烦, 但是周琪和丁燕宇航的进步神速,咱们中国队不怕任何队伍。